十知十见 远离魔心 就会有魔冒充菩萨和师父到你们的梦里去 有些人梦不到师父 他就是没有这个缘分跟师父在梦中见面 得不到却拼命去想 魔就来了 举个例子 老婆分手了 老公很爱他 就到马路上去找 真的有一两个人长得跟他老婆很相像 曾经有人跑过去问对方 对方问 你是谁啊 这就是着魔了 不能开这种玩笑 修行人如果贪图这种圣境 就会着魔 就会进入阿修罗道 如果你修行修得很好 但是你一旦贪图圣境 你就进入阿修罗道上不了天 所以要想成为菩萨 就算你看到一些显化 梦中看见菩萨 你也不能相信他 你要相信你自己修的果实 你要相信你自己要成为菩萨的果位 而且不要逢人就说 我已经修得很好 我已经修到菩萨的境界 这就是大妄语 如果一个人贪图名为 就会用魔来找你 或者说 你今天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晚上 魔就会来找你 找你干什么呢 让你产生傲慢心 骄傲 以为自己正得了佛果 所以你的欲望会越来越大 很多人说 师父 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人告诉我 三个月后我会看到很多东西 他就等啊等 三个月过去了 没有 好了 欲望越大 接下来失望就越大 得不到了就开始失望了 很多人跟着师父 想着自己最好有名气 最后得不到就背叛师父 很多人开始诚心求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诚心求菩萨帮助 最后求不到 心想着 观世音菩萨不管我了 算了 我不学佛了 失望大了 最后背叛菩萨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就是你的因果所为 菩萨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基础和努力 很多人整天很失望 像着了失望魔 有些人得到了 天天开心 逢人就笑 就是着了快乐魔 所以人一不小心 就会着魔 学佛人要时知时见 我们学佛人 如果不能实实在在地看见 实实在在地知道 就会走偏 走偏就是着魔 怎么样不要让自己着魔 就是实知实践 我今天知道了 佛法对我们如此的好 那我就好好地修 我就不会走偏 听别人一讲 心里想着 这佛法行不行啊 我怎么求得不灵啊 好了 有偏见了 学佛人要以自己看见的为准 你自己有悟性 你自己最清楚 你不要去听别人说 明白了吗 要建成空间 先是实知实践 以后再慢慢地变成空间 就好像是空的一样 你见到的都是假的 但是有些成为魔的人 他的实知实践没有学好 然后空间是想不通 这个空实际上是一段历程当中的空 就是没有想通 这种空间就是认为一切皆空 什么都没有 好了 它不是开悟见空 而是偏执见空 开悟见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明白了 人生真是一场梦 所以我要在这短短的人生当中 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去努力 这叫悟空 偏执是什么 要看穿人生啊 人的一生就这么一点时间 再有能力的人也会死掉的 休什么 赶紧吃喝玩乐吧 空了吧 所以空魔就会来 持有宿命论的人 就是空魔来临 当空魔来临的时候 会令你不尊重师父 不尊重佛法 什么都无所谓了 最后变得骄狂 轻视戒律 你们去看好了 平时你们在这里 对师父很尊敬 对菩萨很尊敬 等到哪一天 你不想在这里了 师父讲一句话 你就会说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小时候 对爸爸妈妈很尊敬 爸爸妈妈打我们 我们从来不讲话 等到哪一天想好了 我不要理睬你们了 爸爸打你了 你跟爸爸对打 妈妈骂你了 你跟妈妈对骂 妈妈说 你反了 是反了 空了 他已经无所谓了 实际上 这就是骄狂 轻视戒律 佛法上讲的一切像 皆属虚妄 那是正念 悟空 而不是偏见空 他就破坏了经典 乱动因果 然后纵欲 生活开始懒惰 不求进步 甚至想自杀 菩萨说了 所有人间的一切 都是假的 看穿了 无所谓了 这才是悟空 整天疑神疑鬼 就会引来心魔的埋伏 如果一个人 经常怀疑别人 就会有一心魔上身 疑心病重的人 就是一心魔 在自己的身上 一心魔上身之后 令你整天幻想 他就是这样对我的 一定是他在讲我 一定是谁造谣了 一定是他在嫉妒我 一定是他在恨我 而且经常想 有人要害我 师父讲的这些 都是精神病症状 实际上就是着魔了 用心理学来说 叫被害妄想症 就是经常怀疑 自己被别人陷害 昨天 有一个老先生 他家里 有一个电视机 摇摇晃晃的 一会儿响 一会儿叫 他太太说 他家里的电话 被别人跟踪 窃听了 他家里的电波里 都安装有窃听器 天天这么讲 讲了两年 昨天一起大风 一棵小树 倒到他家的阳台上 玻璃破了 政府cancel来人 把这棵树砍掉了 他家里的电视机的 图像和声音 马上就恢复正常了 昨天 这位老先生 来到师父这里 说他太太两年 为这世神经病 就是现代人的 被害妄想症 衣服穿得多的人 说不定身上绑着手榴弹 对不对 今天 他给我吃这个东西 会不会害我啊 是不是有意的 老婆跟老公一吵架 菜端上来之后 平时也是这样的 今天一看 有意的 给我吃的这么少 怎么样怎么样 总觉得别人在害他 有一位弟子 周太太 过去就是这样的 跟儿子一闹 马上想 你看 给我吃这个东西 明明前几天 都是吃的这个面包 上述的膜 还不包含 五十阴膜 就是 五十种看不见的膜 吓死你们 一不留心 就被膜障上身 所以 膜因学佛人的妄想 而出现 学佛人 只要有妄想 膜就出来了 你今天出门的时候想 会不会有灵性啊 电梯突然登的 响了一下 和平时不一样 实际上 这都是想出来的 就是膜来了 师父告诉你们 着膜的人 是不相信自己有问题的 好比喝醉酒的人 不相信自己 喝醉了一样 反而怀疑别人 都有问题 所以吵架的时候 双方都有膜上身 你骂我 我骂你 骂到最后 两个人 都像着膜了一样 谁都不承认 自己有毛病 所以吵架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看对方 都是膜